自从奥巴马健保出台了之后 很多奇因对健保计划是完全不了解的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 联合健保的亚洲市场部的经理 也就是麦明利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和我们讨论一下 其实老人的健保方面有什么样的改革 麦明您好 你好 奥巴马健保出台了一阵子了 可是我想应该有很多奇因应该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样的健保计划是已经做了改变的了 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计划 除了针对个人之外 对年长者也有非常重大的改变 主要在白卡部分有很多的变化 那这些政策其实目前都还没有完全的落窃 所以今天就是联合健保非常高兴 可以和绞生社区中心 一起举办一个安定晚年的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呢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所有的年长者 就是他们无论是持有红蓝卡或是红蓝白卡 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而在5月31号呢 天下卫视联合健保以及绞生社区中心 会举办一个活动 专门是为奇因也就是年长者 做这些健保的介绍 先让我们呢 明明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介绍是活动的内容 这次活动主要呢 我们会分两场 上午是广东话 下午是国语 那活动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想跟长者说 你对联邦医疗保险了解多少 假如你今天点数不够应该怎么办 你有了红蓝卡是不是还要继续承保 另外就是有很多人要延迟申请part B的部分 那应该要怎么做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白卡今年加州会有很大的变化 以及接下来一些老人福利 像是申请老人公寓 粮食券等等 所以这些啊 不但是Medicare跟Medical里面的ABCD part ABCD有讲到之外 在奥巴马健保的里面 其他的内容也会都提到 所以如果您想要参加5月31号 由天下卫视联合健保 以及绞生社区中心一起举办的健康讲座的话 请到这个地方来一起详略强情